航海王从1997年开始连载至今 不知不觉也伴随着大家的青春来到了25周年 官方也在这25周年推出了不少纪念作品 其中就包括了即将在明年的1月12号所推出的游戏 也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航海王时光律师 航海王时光律师采用虚幻引擎制作 由ILCA负责开发,万代南梦公负责发行 在保留航海王原作的剧情和人物之外 也加入了由原作者韦田荣一郎绘制的新角色 以及怪物设计和原创剧情 这次妮威亚也有幸获得demo的先行体验 影片的前半段会分享一下这次两小时体验版的心得感想 玩家可能担心的回合自战斗体验也会详细说明 最后则是整合一些官方目前已经释出 但在这次体验版却还没有的游戏消息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剧情 航海王的世界观可以说是非常适合打造分支剧情的故事载体 只要来到了世界上某个角落的神秘小道 就可以展开各种有趣新鲜事物的冒险 并且可以圆滑地融入进这庞大的世界观中 因此制作团队以在航海王世界中的伟大冒险为理念 采用了冒险的最佳类型 也就是RPG的叙事方式 时光旅是在游戏的一开始 鲁夫距离他的伙伴草帽一行人 被卷入了巨大的海上风暴 海贼船不幸损毁 半城在附近的神秘海盗 瓦佛洛德旁 也就是本作故事的主舞台 在岛上探索之后 眼前便出现了一位叫做利母的少女 利母运用她那不可思议的能力 把草帽一行人的力量化为记忆方块 分散在岛上 本作的故事也就此展开 这里有趣的一点是 草帽一行人原本的等级会在40级 也有着各自所学会的技能 被夺走之后也就变回了一级 技能也必须重新寻回 还的确挺有RPG的风格 为了寻回失去的能力 眼下的当务之急 便是寻回记忆方块 虽然目前体验版还没玩到 前往回忆中的世界 不过官方以 由回忆编制而成的 羁绊故事为游戏主题 后续的剧情 玩家将前往那些 再熟悉不过的世界中冒险 像是可以回到 回忆中的沙之国阿拉巴斯坦 水之渡的Water7 还有最为关键的顶上战争 而且既然是回忆中的EVE剧情 也许可以期待一下 这次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也说不定 再来是战斗体验 和如今市面上较为主流 广泛玩家接受度较高的 快节奏动作游戏不同 时光旅士采用了较为传统的 指令式回合制战斗 原因是制作团队认为 比起操作单一角色的动作游戏 每场战斗 每个角色都有其用处的 回合制组对战斗 更符合航海王那种 与伙伴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 虽然不少玩家会因此担心 战斗节奏会不会有点慢 不过实际体验下来 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感受得到制作主有在做出一些 节奏上的优化和战斗上的改动 角色各自有着力量 敏捷 技巧的基本攻击类型 采用剪刀石头布的相克关系 和一般回合制不同的是 游戏加入了多区域混战制的战斗要素 每当遭遇敌人进入战斗 敌人和我方角色会被随机分配位置 划分成好几个战场区域 这时候除了远程角色 如ウソップ可以攻击全区域的敌人之外 其他近战角色都需要先把当前区域的敌人打倒 才能攻击其他区域的敌人 或是可以使用技能直接攻击其他区域的敌人 一些招式还会带有使敌人位移至其他区域的效果 为了对应敌人数量和战况位置的多样变化 游戏在这战斗节奏上所做出的优化 便是在我方的行动回合时 玩家可以随意选择本次行动的人物 并且可以随时切换战斗人员 以应对敌人的属性相克 这也是我认为与过往的回合制不同的点 只要是我方的回合 玩家可以直接根据情况选择最优的输出手段 而不是只能按照顺序等待行动 同时切换成员也不需要消耗回合可以立即行动 制作组深知现在大部分玩家玩不下去回合制的原因之处 因此这些改动都在有意的照顾玩家的战斗体验 并不会让人感到多区域混战制的棘手 并且提供了战斗二倍数的选项 加快游戏的战斗节奏 除此之外 进入战斗偶尔会触发随机事件的突发事件系统 会有一段非常简短的小对话 然后该场战斗会有一个小目标需要完成 只要完成这些随机出现的小润怒 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经验值与报酬奖励 至于战斗的演出方面 角色的普通攻击 在镜头上有稍微省去了一些演出动作 或多或少会使战斗节奏不至于那么慢 不过处理方式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过于简单了 而技能的演出在这画面下表现到是非常不错 非常具有观赏性 而且就以demo的技能数量来看 游戏能解锁的技能应该不会太少 至于战斗之外的冒险部分 玩家可以在探索的过程中自由切换操作角色 并且各角色也有着各自擅长的场景动作 像是鲁夫可以透过橡胶果实的能力到达远处 还是已经不叫橡胶果实了 锁龙可以斩断阻挡前进的铁门 和切开铁宝箱或者道具等 游戏鼓励玩家善用各角色 在地图探索获取支援道具 草莫一行人也会在移动时展开不同的对话 也得益于我们早已对这些角色有所认识 这些对话内容能让玩家更加充分的享受在航海王的世界当中 而先前大家开玩笑的表示 会不会切万维锁龙作为操作角色之后 游戏会关闭地图的界面 让玩家搞不清楚方向 实际测试之后并没有啊 有一些可惜 游戏的养成方面 在demo的体验中还没有太多的探索空间 也只能简单说一下 比较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是 前期的升级体验非常的快速 甚至在遭遇突发事件获得的大量经验值 还有可能一次升两级 看起来后期应该也不至于像其他RPG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农登机 技能的部分则需要使用地图上获取的魂金来强化必杀技 魂金也不是消耗品 可以弹性的选择当下想强化的必杀技即可 装备方面 每个角色都有着各自的空间面板 能填充并装备各种饰品来强化角色 目前根据官方的消息 这部分的合成饰品应该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制定系统供玩家深度体验 以上便是先行体验的游玩内容 整体玩下来 航海王时光旅师的战斗节奏不至于让人感到玩不下去 制作团队所做出的优化改动也的确有稍微的改善战斗节奏 而许久不见的角色能再次登场 还是可以稍微期待下这次的剧情 还有不少没有在本次的demo游玩中体验到的内容要素 接下来也将稍微整合目前官方所释出的消息 让有兴趣的玩家可以更了解航海王时光旅师的其他游戏内容 第一点是 游戏中的冒险过程包含着许多解谜要素的迷宫 会需要根据场景中的状况 活用角色的场景动作来解谜 二 当操作相及是在地图获取的食材 可以透过烹饪来做成料理 料理的加成效果会比一般的道具来得好上许多 而骗人布也可以使用收集的材料 制作机关球在战斗中能获得Buff或Debuff的效果 三 冒险的途中可以举办宴会派对 并在接下来一定次数的战斗中可以获得奖励经验值 此时遭遇地图中的稀有敌人加上突发事件 能在极高的效率下提升等级 四 透过完成记忆链的直线任务 草帽成员将会解锁攻击威力十足的羁绊战绩 羁绊系统也应该会是游戏主要的玩法之一 最后是根据官方所说 游戏的主线流程大约会在30-40个小时左右 把支线也算上的话会来到60个小时的时长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在1月10日 也就是航海王时光旅士正式推出的前两天游玩到体验版 并且完全通关体验版之后 也可以将保存资料继承至正式版 以上便是这次的影片内容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 不妨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航海王中的哪个篇章 是你最希望能在航海王时光旅士中 回顾游玩的剧情章节吧 我是粉色史莱姆 我们下次再见